回圈,從頭跑,然後呢,一樣的只留下第一個 如果下一個還一樣的話,那就不要了 那一直跑,回圈,它會幫你篩選出條件 最後呢也可以取得清單,不過 會比較不好去撰寫這個程式 再不然的話就是說,利用什麼?利用資料庫 因為資料庫裡面有一個函數 它可以幫我們用group的方式 group的話,比如說group by 有一個sicle裡面有語法,就group by 它可以幫我們針對哪一個欄位,它可以幫我群組 群組之後的話,就留下一樣,只有群組的那個名稱而已 但是方法很多啦,不過看起來 在esail裡面呢,這個遺族重複功能已經非常好用了 所以只要怎麼樣呢,把這個遺族重複的聚集錄下來 其實就只有一行,我只有一行而已 那你就不如,如果在esail裡面 不如就用它裡面那件功能最簡單 而且最快速 這樣很快就可以得到一個清單,對不對 OK,那我們是得到這個清單之後的話 再來就怎麼樣呢 按照這個名稱 有沒有,這個名稱呢 去做建立什麼 建立一個工作版名稱 比如說這個是資訊 我們還是用那個業務好了,這個先把它複習,等一下再講那個 如果用別的這個欄位的話 那確定之後的話當然,如果你以不知道 有比較好的方式,你以前可能塗法鏈鋼 塗法鏈鋼怎麼做呢 Ctrl C對不對,咬搖,然後呢 然後 Ctrl V 不是 不是這個 這邊按右鍵 重新命名 Ctrl V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再到這邊 再把咬搖的這個範圍的資料 包含什麼?包含欄位名稱 Ctrl C 然後切過來 Ctrl V 並且怎麼樣呢 把這些欄位選取之後 有沒有 常用裡面呢 做什麼呢 格式裡面的 自動調整欄 欄寬 因為它貼